冰尊者为何看不起天火尊者,从冰河谷的两件逆天之宝才明白? 在夜城,冰尊者多次击败天火尊者。 即便天火尊者借云山之躯复活,晋升斗尊,仍不敌冰尊者。 冰尊者的强大,源自冰河谷两件传世之宝,那是冰河谷开派以来的强大法器。 天火尊者虽天赋出众,但在冰河谷这样的豪门面前,也显得微不足道。 而这令天火尊者绝望的第一件质宝,便是极寒冰玉,其外表只是一枚散发着寒气的普通玉佩,被冰尊者佩戴在腰间时也并无不同。 可就在冰尊者向其注入冰属性斗气时,却能散发出强大的威压,其作用便是增强冰尊者的斗技与功法。 在夜城时,冰尊者刚出场便扭曲了时空,令整个夜城陷入血海,便是以此质宝施展了血之领域, 而这领域也瞬间将天火尊者与硝烟冻结。 当时的冰尊者也是随意地一挥,便将天火尊者连同硝烟击退术理。 此时的硝烟甚至口吐鲜血,身受重伤,而这件质宝真的让天火尊者怀疑人生。 还是在冰尊者发动攻击后,当时以玉佩为中心,四周的雪花皆变成了黑色,铺天盖地地向硝烟三人暴射而去。 甚至小一仙与天火尊者一起挡在硝烟身前,都挡不住这黑色雪花的冲撞。 这件质宝如果只是令天火尊者怀疑人生,那冰尊者的第二件质宝才是真的令其绝望,而此质宝便是冰尊者的恶难毒体。 众所周知,冰尊者的毒体乃是后天修炼而成,虽然在本质上并不如小一仙的先天毒体,但是早年间冰尊者却在一次毒体爆发中,意外地将其斗气与恶难毒气进行了融合,也是以此产生出了这令人绝望的冰属性毒气。 当时在小一仙以恶难毒气对冰尊者进行袭杀时,冰尊者也只是微微一笑,便将这毒气硬生生地吞进了体内,而后冰尊者更是以极寒冰玉为引,将这毒气彻底包裹,形成了一条巨大无比的毒笼,咆哮之间,便又向着天火尊者与小一仙冲杀而去。 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响起,空间裂缝犹如珠网般蔓延,而冰尊者也是居高临下班俯视着天火尊者,众人以一敌二,并且占据绝对上风,在其后,若不是薛儿的救场,恐怕萧炎等人今日便是死在这夜城。 天火尊者在这场战斗中深感绝望,首次体会到天赋在绝对实力前的不堪一击。 战后,他潜心修炼,凭借生前五星斗尊的基础,在单会结束时成功突破至三星斗尊。